年四望毛主席的好战士,舍身勇救人的英雄,晚年去美国还获得了绿卡。 年四望,安徽省淮远县城及香梅庄村人,1966年初应指入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驻防山西大同。 同年12月31日傍晚六时许,年四望在急急忙忙的归影途中,当他走到山西大同煤矿附近的铁路边时,一列旅客列车正呼啸驻飞驰而来。 你对于年四望毛主席的好战士,舍身勇救人的英雄,晚年去美国还获得了绿卡。 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。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们频道的最新影片。 他忽然发现铁路中央横握住一块大石头,后来称重位46.5公斤,这时火车离石头只有二三十米远,眼看就要造成难以想象的事故。 此时此刻,容不得他细想,一种自觉与自发的勇敢驱使驻他奋不顾身冲上前去,就在火车将要与石头相撞的千军一发之际,年四望奋力扳开了石头。 一场大获得已避免,可是年四望却被火车强大的气浪击倒,头部负了重伤,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。 后来经过医院的极力抢救,年四望慢慢苏醒,脱离了生命危险。 这个年仅18岁的士兵,成为全军官兵,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,成为家喻户晓,妇如皆知的风云人物。 年四望获得了许多荣誉,胸前带上了一等功臣荣誉奖章,其永旧列车的英雄试迹上了小学语文课本。 永旧火车的英雄士兵年四望,后来经历了很多起伏曲折,悲欢离合。 1971年后年四望从天上吊到地上,他被吊到青海格尔木去修筑青藏公路。 年四望虽然想不通,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 他告别了妻子和孩子,只身去了青海。 到格尔木不久,在北京的妻子便提出离婚。 1981年1月,年四望转业后被安排在北京东城区图书馆任副馆长。 不久,年四望又遭遇新的不幸。 年四望经历了两次婚姻,日子过得寒酸而艰难。 有些人对他冷嘲热讽,说他是住贫民窟的英雄,鲜血算是白流了。 年四望受不了嘲弄,决定出去闯世界。 1997年8月,他或准邪妻儿去美国救金山。 在美国,年四望不抽烟,不喝酒,从不乱花一分钱。 1998年5月,他把自己半年来积蓄的美元寄回家,让妻子还债。 不久他在美国开了一家餐馆。 有意思的是,这家餐馆的老板在看了年四望的有关证件后,才知道这个貌不惊人,朴实厚道的年四望曾经是中国家御户小红及一时的英雄人物,立即打电话给当地的一家电视台。 年四望的身世被新闻媒体曝光后,不仅给这家中国餐馆带来了经济效益,也给年四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实惠,老板很快给他涨了工资。 接住,旧金山的有关部门也闻讯找到年四望说,我们查到了有关你的资料,你是英雄,了不起。 不到半年时间,年四望就领到了许多人羡慕的绿卡,成了在美国居住的华侨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 感谢你的收看。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 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 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 日本最忌惮的女人谈笑兼杀了很多日本人,她们却毫无办法。